今天要講的這個主題 我後來想說 我當時訂的時候 在設計這個課程的時候 就覺得應該有這個主題 那我仔細要開始準備的時候 我就覺得這怎麼可能是我準備 因為這個題目非常地大 《國家語言註明書》 非常大的一個題目 然後還有介紹要帶進來的角度 是一個歷史的角度 跟一個比較的角度 那可是我一直對這個題目有感覺 可是我們但是要全面地做是不容易了 那我就從我後來就想 我有一個介紹的方式 就是我怎麼 我為什麼會覺得這個題目重要 這不是我看書慢慢累積來的 而是說我在我做跑天野的過程裡面 有一些體會讓我覺得 歷史可能被我們忽略 我們知道現實的現實狀況非常重要 現實的權力分配 這種競爭非常重要 可是可能忽略了歷史累積了 歷史實則我們今天是什麼樣 或者我們的人群關係是什麼樣子的 我們可能忽略這個部分 另外一個就是說 我們可能很看重台灣的特殊情形 因為那是我們所唯一知道的 可是因為那是我們唯一所知道的 我們可能過於的陷在台灣的特殊情況裡面 所以我認為拉開 我們介紹一些其他地方的情況 有一個比較的框架 大家會比較找得到 我們相對的位置在哪裡 我們需要努力的在哪裡 然後我們也許說 那是歷史上的一個很常見的一種過程 或者一種關係 我們就比較能夠釋然 這次當初就是特別帶進歷史跟比較的目的 那在進入談之前 我先我看一下 對給大家看一下 就是說得於是說今天我們會碰到的 因為待會兒我會一部分 我會開始從我的經驗開始講 因為我沒有辦法全面說國家與原住民族的怎麼討論 我沒有辦法 我只能說我的經驗裡面我怎麼看這個議題 那我就想說那不能 那我們還是要有點學術的鍛鍊嘛 所以跟這樣子整個這個題目的相關的 而且是從我的眼光來看 我想要介紹給各位的有幾個基本的觀念 那第一個是Satical Colonial的事 我不知道台灣有沒有翻譯 你同學聽過這個詞麻煩去下手 除了在於Satical Colonial的事 我們一般就說殖民主義 Satical Colonial的 它是殖民主義裡面的一種特殊的一種情況 它是它 那我就在網上 因為我用這個詞 我有這個概念 可是我從來沒有真正的學過這個詞 好 我知道Satical Colonial的給大家幾個例子 比方美國加拿大 有些人來澳洲你們可以想得出來 它是什麼情況 台灣是不是 這其實是我要問的 台灣是不是對我們理解台灣的人群關係 族群關係或者說台灣歷史有什麼不同沒有 我這次我給也是給我自己的功課 不只是給各位的 所以我今天的一些想法 是我覺得這些重要 不表示我已經完全的可以長得很漂亮 在Satical Colonial的意思 結果我就上網查 看看說有沒有一個標本的定義之類的 怎麼提出來 因為對我而言是 因為我對主義主義非常有興趣 所以在這個讀書的邁入 已經看到這個詞 可是一直從經驗上來講 然後我上網Google發現很親人 Satical Colonial Studies 他居然從特殊的期刊出來 他變成一個特殊的研究範圍 還有人在爭論說 應不應該有Post-Satical Colonialism 我們知道Post-Colonial 後執民這個概念跟後執民研究 有人在談那是應該有後執民主義的研究 他是不是應該另外 那就有人說 我們現在仍然是處於 Post-Satical Colonialism當中 所以Colonialism沒有結束 Colonialism以聯合國解質的政策 跟進程來講是幾乎是結束 全世界的殖民力非常少 可是Satical Colonialism結束了嗎 我們進入了後Satical Colonialism的階段嗎 好 那所以先介紹大家這邊 等一下我們會回來再稍微介紹一下 第二個是 有一些同學熟悉一些 可能還是不熟悉 Easticity 族群 台灣的現在的政策之下 當然是民進黨應該是黨外型 可能是1994年 張茂貴老師寫了一份政策白皮書 叫做裡面用了這個詞 叫台灣四大族群 最開始台灣有四大族群 所以這是一個定義的問題 一個眼光的問題 以前台灣不是四大族群 台灣實際上是不是四大族群 當然不止 好 那所以這是一個觀點的問題 那族群等一下 所以我們這個討論會跟族群有一些關係 可是族群為什麼會出現 我們知道很多原住民研究的討論裡面 都處理過說 比方說台灣族什麼時候成為一個族的 好 悲難族什麼時候成為一個族的 這個意思就是說獲得阿美族 阿美族的範圍內部差異 很蠻明顯的 阿美族是不是一個族 還是應該說是男士族 男士就是還是應該變成不同的族 還是應該變成幾個族 所以他如何成為一個族 我們都會說是日本學者 英文家學生 那時候訂出了八大族九大族 那這樣子那我們同意嗎 如果我們不同意的話 是為什麼 那有什麼更好的一種分類方式 最主要是我不是要講確實的族的分類 我只是要講族的分類 不是只有一種 他是有不同的分類方式 還有另外就是說 我們為什麼現在要做這個層級的分類 比方說有地域社會 有族群團體 有同鄉團體 有很多我們的人群的集結的方式 有非常多族群的集結的意義是什麼 這個族群 我們怎麼都有族群這個概念 簡單的說一定是有上面有更大的 把不同人群集結整理起來的一個 政治經濟結構之後 這些人被迫 因為在同一個政治經濟結構裡面 活動彼此產生比較密切的往來 也對其他人有了認識 本來我們是各過各的 或者我跟我鄰近的小的群體 有一些交換 比方婚姻物品的交換 我為什麼會跟我 就是所謂的想像的那個部分 我為什麼有跟我一輩子見不到面 從來沒有聽過的人 我會覺得我跟他有關係 在族群這個觀念的出現 是因為我們被放到 被納入了一個更大的實際重要的 政治經濟的方向 我們就開始有了這樣子的一個 必須接觸的一種往來的機會 使得這個環境產生 所以他表現的並不是文化差異 或者血緣上的差異 那為什麼這一層級的文化差異 會不會出現出來 成為一個重要的連結的一個條件 那其實是有比較現實面的 我們說政治經濟的系統 使得這些人覺得他是一群人 就他不是那麼浪漫的文化的概念 差異而已 另外有些同學可能也是 大概有些同學知道 我們整理一下 Hajamity 霸權 霸權這個概念講的是很特別 他的霸權把這個霸字講得很清楚 可是這個霸的基礎 是理念上的涵花 那意識 有人用意識形態 可是我們一般用意識形態 有點偏向政治 所以我用比較平常的一個詞 就是理念 因為我們在理念上 彼此越來越相似 我們也用彼此越來越相似 可是這個相似實際上這個理念 是我們被統治的人覺得 我們接納了統治者的理念 不管是政治理念 經濟理念 我們都覺得市場經濟是對的 幾年前我們還不知道 我幾年前我還不知道 為什麼全球化的 就是比方G8 Summit 這種G8的高峰會 為什麼要去抗議 我以前還不清楚 就我們對於一些主流的意識 現在不知不覺都支持他 都接受他 然後就支持他 那我們在中間獲利嗎 沒有 我們沒有獲利 為什麼會支持他 因為我們接受了主流的 或者說主導的 主流不一定是人數的概念 是主導的 也就是Ruling Ideology 統治者 主治者的那一套觀念 政治經濟都可能 文化也可能 那可能我們被用一個比較粗的詞 就是文化帝國主義 就是表現的就是類似像這樣 可是為什麼會用Huggery這個詞 就是說我們不覺得 我們到我們不覺得的時候 就不會有對抗出現 我們不覺得我們是用了 統治者的理想 文化理想 我們就不會去對抗他 我們不會提出其他的東西 好 那這個 所以他這邊要講的 其實是說有一種最好的 最便利的 最有效的統治方式 是說被統治者 同意統治者的觀點 那我怎麼 統治者如何讓被統治者 同意他的觀點 教育是一個非常重要 或是很廣泛的教化 教化作為一種統治的手段 他是成本最低 效率最高的 所以教化怎麼表現 不只是我們分析教科書 這教科書現在大家都很懂了 就也是變成一個很敏感 大家都看得懂的 會很小心會檢查的 所以教科書之外 有非常多的 我們就會講日常生活的細節 這裡面表現出來 其實這裡面的折衝 就表現出來的是理念上的一個差別 然後逐漸我們怎麼樣在 日常生活的這些細微的部分 已經不再有這種差異 我們接受 或者我們認為這個差異 是出於其他的理由 我們對於統治這個事實不再敏感 不管是階級還是什麼 或者性別 我們不再敏感 這個時候就達到了一個 Hajamony的一個效果 我們可以說是一個Hajamony的一個情況 否則一般的統治人 你用武力 用暴力 然後軍事 警察 我們常常有軍人跟警察 這個東西就是太明顯 他用一種強勢的力量 這個統治是辛苦的 然後我們是被統治人 是會非常敏感 所以我們容易抗拒 霸權就完全是一個非常微 非常細微的 非常隱蔽的 不容易發現的 這是霸權的概念 另外一個跟這個非常像 或者說有了前面霸權概念 我們比較容易理解 所謂的意識的殖民 叫做colonization of consciousness 意識的殖民 所以當我的意識已經同意了 統治者的觀念的時候 我不會覺得我有不同的獨立於 或者不同於統治者的 其他的關鍵的重要的想法 這個是兩個人類學校 他在南非做的研究裡面 他提出colonization of consciousness 他有非常細的描述 說這個是怎麼做到的 然後整個表現出來 後來我我後來連起來 有一個就是他幾個月前訪問台灣 叫做Nasius Nandy 他這個精神分析師 是一個印度學者 他在60年代 都提出非常非常相似的概念 另外一個介紹給大家 是底層的史學 有沒有人知道 Servant Studies 這是80年代印度南亞出來的 都是印度這個南亞這邊 出來的對於一種歷史研究的一種方法 Servant Studies 講的底 我們周圍翻底層翻的蠻好的 就是講的說當你的 當你所你想要知道某一個印度的底層很複雜 他包括他是種性的底層 然後很多意義上的底層 然後不識字啊等等 所以他主要是80年代的時候 一些印度學者開始重新研究 印度歷史上的一些重大的動亂 英國統治下的動亂事件 那在英國而言的話 這當然是暴動 叛亂 叛戀之類的 就是講的就是鄉民暴動 這一方 農民起義 農民起義還是農民暴動 這兩個意義就非常不一樣 那這個印度學者就後來就歸納出來說 英國的官方資料 如果正面去看英國的官方資料 他能解釋會是什麼 然後印度快要獨立前 1940年代獨立前後 印度自己的一些學者 就是Nationalist 國族主義的學者怎麼樣重新解釋 這些歷史事件 那對他們而言 這些體層史學家而言 都忽略了鄉民 農民 跟領導印度革命的這些精英 他是有觀念上的差別 有經驗上的差別 那對於農民而言 我們如何去瞭解幾十年前農民暴動 農民的社會混亂的這個事情 怎麼去理解它 怎麼 為什麼這個問題這麼重要 因為歷史紀錄是英國人留下來的 換句話說 然後再一次的分析 是由國族主義的這些革命家留下來的 你怎麼從別人留下的文字紀錄裡面 找出你的文字 找出你的詮釋 所以對於當時的農民 這個事情到底是意 它的意義到底是什麼 你怎麼從英國的紀錄裡面看得出來 你自己沒有文字紀錄 你怎麼從別人文字紀錄 找到你自己的體會 這個事情最美意 所以他們後來也就是一直在談這個方向 那這個方向就叫底層史學 那另外一個是多元社會 我們今天講多元社會 這已經我會說這是台灣的現況 不見得我們在細節上做得很周到 可是這是台灣已經是台灣的政治理想 社會理想 那之後我們的課程會從這個方向來談 最重要的是我們今天結束的地方 就是說多元社會跟我們下禮拜開始的 下禮拜請陳章老師來演講 他的演講要談的是不同的知識體系 並程的知識體系 所以我認為這就是多元社會 非常重要的一個部分 就是他已經不是多樣性一句話 作為一個民意一種尊重就結束的 他後面有許多的 怎麼做到一個多元社會的一些具體的細節 那這就是說不同的文化有不同的 不同的人群有不同的文化 有不同的知識體系 是不是這個樣子 理念上是這個樣子 我們下禮拜就可以聽 他怎麼去提出來這個知識體系 另外一個是區域性差異 我們當然講了台灣的在作為 台灣的族群關係或台灣的歷史 這個東西或者台灣的殖民經驗 這個東西是有其實是有非常非常大的 很顯著的區域性的差別 不同的地區所看到的 不管是清朝 荷蘭清朝到日本時期到現在 他的經驗會是不一樣的 他的政治經驗會是非常不同的 這個可能我們平常的討論 還會不是這麼多啦 那我這也是幫我自己找到一個 可以進入這麼大一個題目的一個角度 所以我今天用的比較多的材料 或是會是我自己比較熟的屏東的部分 不要太理我這個大方 因為我發現真的不是很好 我先介紹一下 我今天要談 就一開始就談什麼是Satural colonialism 那這個是就是台灣的殖民經驗 我們當然也可以說要不要分階段 還是不分階段 台灣從一開始到現在都是一個殖民經驗 這個裡面誰是殖民者 誰是被殖民者 以我們的我們這個課程的主題 台灣原住民族來講 誰是殖民者 誰是殖民者 這邊又簽證到台灣是不是一個 Satural colonialism 我沒有一個最後的答案 我有些討論的方向 我沒有一個最後的答案 台灣可能好像這樣討論的人 可能還我還沒什麼聽過 然後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我要講的是說 國家不是想像的 國族是想像的 國家不是想像的 國家只有具體的力量 他這個力量會施出在他的人民的身上 我們每個人的身上 尤其如果是在殖民 如果是殖民的處境 colonial situation 這個情況下 一個殖民統治的目的是什麼 可能有軍事的 有經濟的 有象徵的 我們一般對於軍事跟經濟利益 我們比較敏感 我們可能忽略了殖民 有時候有他象徵的意義 那這邊我們最簡單的看 軍事利益的話 在18世紀初的18世紀中 這個時候 這個時候我們看到 一個很好的例子 牡丹社事件 牡丹社事件前後討論非常非常的多 也都看到李仙德的東西 已經翻譯出來了 所以李仙德的東西 李仙德一個美國的外交人員 他怎麼樣介入在牡丹社事件裡面 然後國際利益跟日本人的利益之間 怎麼樣折衝 所以牡丹社當初這個事情的時候 日本的一些軍人是帶著農具跟種子來的 所以當時是有在兩個方向中搖擺 一個就是這是一次性的軍事行動 另外一個就是說 這會是一個長期的戰役殖民 所以最後當然是他受迫於國際壓力 他是一次性的一個軍事行動 那另外一個就是說 我們從經濟利益來看的話 日本人一來台灣之後很快的著眼 他就發現了一個 也不是他來才發現 他之前來都先做過一些調查 劉丹社事件那個時候 西鄉 不是西鄉 還有另外一個是水野村 是後來的民政長官 他就已經在台灣幾個地方做過調查 所以他台灣走了幾個地方 所以就是對於台灣這個地方的經濟利益 以及他經濟利益其實還有一項更複雜 是對於日本他解決他人口問題跟農地 自然資源不足問題他有一些看法 所以他日本的台灣殖民其實有一部分 是著眼在經濟利益 我這邊只是先以日本為地 另外一個就是說對於日本人而言 日本一直到台灣幾年都還在討論說 這個殖民地到底要不要保留 因為很難搞 另外就是說他要花錢 他一直到1905年就是土地調查完成之後 他開始能夠他的那個土地上的 就是他的付稅總數增加很多之後 他才逐漸減少從日本官方 日本本土拿過來的這些人事費用 換句話這個殖民地 我們就說財務獨立 他經濟上是幾次主 所以在當1905年財務自主之前的一個掙扎 就是說這殖民地到底要不要留 還是我們用多少錢賣給西方國家好 那另外就有一派人的意思就是說 有一個殖民地讓我們成為殖民國家 成為一個帝國的一個步驟 所以維持住一個殖民地很重要 因為他有一個地位的 他是一個地位的象徵 所以這個部分我們就知道 殖民主義不是我們想像的說 只有很單純的一個軍事性的 或者經濟性的一個利益而已 那當我們在想像 在講說台灣是不是一個 Cellic colonialism 台灣的殖民過程當中的這些 殖民的具體的政策下的目的是什麼 我們這次就要問移民在哪裡 為什麼要問移民在哪裡 其實台灣有 日本人剛進來的時候 台灣有很大部分人口 有一部分人口是原住民 另外一部分人口是漢人 這些漢人在台灣的統治結構裡面 他的位置是什麼 然後政權轉換的時候 這些移民的 或者我自己用紅色 然後後面是個問號 因為我覺得這連提問都很困難 因為他已經來了幾代之後 你怎麼還說他是移民 好 這些漢人不管是敏、月 你要怎麼說他是移民 好 那我只是把這個議題丟進來 等一下我們可以再來看 那第三個部分 我今天準備的會是第三個部分 討論的比較多 就是人口自然環境或者說土地 我用自然環境 我不單純用土地 因為我們常常用土地 我覺得有點太簡單 這我就好像拋棄海洋 所以我用自然環境 另外一個意識 所以殖民的時候是怎麼樣進行 或者我說國家管理他如何進行 他國家管理的時候 他看到的是人 看到的是自然資源 然後他怎麼樣管理 他有他的對應的方法 比方戶籍、地籍這一些 那另外一個就是說 他在意識上 他如何確保這些人發展出 他所需要的作為一個被統治者的 一個緩解的意識 所以希望他發展皇民意識 國民意識還是現在的公民意識 好 那這就有很多的 生活細節教育要來搭配 養成這樣子的意識 那跟第三相關的是第四個部分 第三個比較是從國家立場來講 第四個部分 比較從我們的 我們生活經驗 我們別人會 我們是可能我們 我們的父母輩 父母輩是這樣子的生活經驗 我們現在用一個 換一個觀念來看 用Hajarmonic的觀念來看 我們生活細節為什麼是國家的事情 那國家在乎我們生活細節的哪一些部分 他不會管我們今天衣服穿什麼顏色 他管什麼 他管我們這個準時到哪裡 我們去準時到學校 準時工作 為什麼 類似 就是我會舉一些例子 這個一聽就可以知道 這個議題幾乎無所乎包會 規模很大 那只是給大家一些 也許還陌生的一些角度 第五個是多元社會 那我要說 就是因為對我自己來講的話 我以前我對於 我對於殖民主義有興趣 可是比較是在統治的部分 我沒有想到 我在台灣做研究 我需要對於歷史這麼關注歷史的議題 我絕對不是台灣史的專家 可是我為什麼會開始碰到歷史這個議題 這跟我的田野經驗有關 那就給大家講兩個小故事 我先是在 以前我因為在人類系 人類系有很多老照片啊什麼的 我們就拿這些老照片回到 主要我是負責台灣族的老照片部分 拿這些照片回到 他紀錄還蠻清楚 不同跟不同 有一次我就把我七家立民跟龜蟲 然後歷里的照片非常是日本時代的為主 那其他的地方 七家是以1950年代的照片為主 歸從也是 所以歷里的照片我就很期待 我想到日本時代可以看到一些什麼 聽到一些什麼故事 非常難問 歷里非常非常難問 然後人家就介紹了兩個 去拜訪兩個老人家 一個90歲了 可是他耳朵不好 然後就是很難談 另外一個人 就是我們在街上人家帶我的人 就街上碰到就這樣 他就回頭跟這個年輕人講 這年輕人是接了一個家的這個 接著一個很年輕的一個頭 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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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人家跟他講一句話 他後來回來跟我講 他說他不太瞭解 老人家 他跟老人家說我來幹什麼 然後老人家跟他說 不要跟我說殺警察的事 你知道嗎 那這樣一講我就更有興趣了嘛 那當那個年輕人其實 那這個年輕人就說 其實大家都知道 你們知道歷里的事嗎 歷里是進水營這條路上 很大的部落 所以日本人來這邊開 就連結原來大家灌走的 這些小路的時候 這條路是先開出來的 然後是歷里的人開的 歷里這社非常非常大 他這個大樓旁邊還有一些小的巨樓 跟他有關的 那他負責幫日本人送公文 就是這條公路兩邊 台東 頂東這邊送公文 然後他控制了 所以他控制了這條道路 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所以他今天罷工的話 就一人公也送不上去 然後他也架著第一條電話線 那個區域的第一條電話線 歷里非常重要 那在1914年我今天會 待會兒會再講到 這次要我進入 台灣原住民歷史的一個 很重要的一個事件 1914年南班事件 國庫南班事件 直接是李班製稿上的用語 南班事件裡面 地理是非常重要的部落 那這中間死了一些 殺了一些日本警察 日本的職員啊 日本的一些職員的眷屬啊都有 他們有保護一些人 就不同的部落 或者同一個部落不同的人 有不同對這事情有不同的看法 等一下我會再說 所以立體在這事情裡面 他殺了警察 後來他的部落是被燒掉的 其實很多地方是這樣 然後他跑到不同的地方 他在山裡面會藏 有一些地方在公寮 他會藏一些糧食 那日本人是窮追猛打 燒掉又繼續燒掉 所以立體在1914年 這整個戰役打了100多天 那後來是後來是這個事情結束了 就有一些儀式性的處理的方式 立體人、大事的人、回來的人很少 不知道哪一年的人數統計 只有70幾戶 就是有一大部分人很猶豫 就是四散在原來公寮的地方 他工作的、種植的地方生活 所以立體受害在1914年 這個事情受害非常大 他原來是很有勢力的一個部落 所以老人家 我去的時候大概是200幾年 他在講的是1914年的事情 那而且他還說不要假 就是這個事情對他而言是很真實的 我相信小時候真的是很真實 對他而言這事情在今天可能都還是重要 是有意義的會影響到他或是影響到其他人 所以不要假 好這次 這個印象很深 就是說幾十年 1914到那時候幾乎100年 這個事情還這麼真實 當日老人家小時候聽著他自己是沒有參加 那同樣的有一年大概再過了三年 我在台東 我那時候在台東工作 那週末沒事就騎摸總到處跑 然後就到展覽鄉說那天是毛瀉器 然後毛瀉器他整個那個安鎖國小操場的活動 我們就看表演 然後我就這樣 因為其實沒有很多人 我們就那邊四周看一看玩一玩 然後就看到有一些小朋友 小學生穿了打扮起來要表演 今天知道他準備要表演 他們穿的是有點黃綠色的 就是很像日本軍服的那種感覺 那種制服 然後他們推出一個 他們有車子開起來卸下來一個小玩意兒 一個泡一個紙幅的泡 那我就背急發療 我心想說不會是要演1914年南藩事件 他們真的是 所以當時的小學生要演 將近一百年前發生了一個歷史事件 為什麼 為什麼這個事情到現在還這麼重要 當然孩子是小學生是不懂的 是他的老師 他們在意這個事情 這個事情讓我很印象太深 就是說一百年前的事情 怎麼會去遮音啊 怎麼這些老師們 這個他的老師輩的人負擔這麼重 我後來就在想這個事情 後來這個同樣1914年這個事情 還有千尊的事情 用很多形式表演 各種形式一直在重新講著 我的我後來理解就是這個事情 因為對於比方說安座這邊的人 或者其實這些很多是跟大規文有關 跟內文社有關 就這方面他們的歷史 在那個時候斷條 所以他必須要回到那個時候 那個歷史世界 那麼戲劇化的一件事情 車了一百零幾天的這個戰役 回去那邊再用現在的角度 跟現在的家族歷史 銜接過來 而他只有銜接 能夠銜接回去那時候歷史的世界 他才能夠釐清他現在的立場 他現在站在哪裡 如果歷史不去談這些歷史的話 好像現在就我是一個人 我是一個家裡面的一個人 我是一個什麼鄉的一個居民 這樣子的東西有點表面 都是事實 可是沒有辦法回到 他的時間是短的 那所以從很多 就後來有機會從很多地方看到 內文社的後人怎麼樣在處理 這個歷史世界 那時候就讓我想到 跟我在大西地的經驗有一點像 我在大西地的時候 大西地是一個法國屬地 他名義上不是殖民 可是治理的人 他是法國中央政府跟地方政府 跟最小的鄉這個層級 他的政府是分三層級 所以中央政府當然是法國 所以對他本人這個政治結構上面 還是只能說他是殖民 否則他在法國憲法上 他是法國海外屬地 那我在大西地的時候 然後他們的高度自治 就除了軍事跟外交 他內政完全是自治的 那在那個時候就會發現 大西地的老人 包括一些中年人 他們非常 他們不太習慣去政府部門 他們去政府部門 尤其是中央政府 會有點忐忑不安 總覺得這件事情很困難 可是我們知道 尤其現在在台灣 比一般比方去戶籍 戶籍事務所 這東西大概都現在都不是問題 當然到一些權力太敏感的地方 才是問題 可是一般跟生活相關 都不太是問題 所以這個相對於我的經驗 我會覺得他們都跟政府很疏遠 然後他們緊張 他們覺得政府不太能 他不太了解他們怎麼運作的 也不太能夠信任 因為不瞭解當然是自信 那我在這樣的 他們這種情緒跟政府這麼遠的距離 我在大西地的華人身上也看到 那同樣的都是 因為他們對於那個語言的掌握 是比較弱的 然後他們基本上是沒有辦法 進入中央政府 他們最多是進入地方政府 所以對於中央政府的感覺 是非常疏遠的 所以我在屏東這邊的經驗 就會讓我想到 在大西地這種情況 就是你跟統治階層 就是統治政治權力的流通是有限的 他不會到某一些人群範圍裡面 所以跟政府的距離很遠 這也就是一個 他為什麼政治權力的流通 是這麼有限 其實就是因為他是 是colonialism 是殖民主義的一種情況 還有兩個例子 就是跟土地改革相關的 或者說地極登記有關的 會讓我們可以充分地看出來 我們一般對於跟政府的距離 是非常地遙遠 現在真的是不一樣 我不知道同學現在對於民國 四十年左右的土地改革 包括跟著有期間 三期五檢出 這也有任何認識 大概有聽過嗎 還是聽過嗎 那這個土地改革分成這兩個主要的部分 這裡面我們現在其實它讓 我們會聽到 比方我做天爺 我在屏東這邊 柯嘉森做天爺的時候 我會聽到大有兩個 姓林跟姓中的兩個大家庭 他們會說他們在土改之前 他們家有四十五甲地 土改之後 土改是一戶三甲地 不超過三甲地 然後也是在土改之後 很多的中詞無法運作 因為他土地權力 就是受到很多的限制 那所以在他們的話裡面 就是對於這個土地改革 土地改革對他們是非常不利益 然後也覺得很不了解 就比較從政治上去解釋 去理解這個土地制度 新的土地制度 那我的天爺經驗裡面 這是一個部分 所以我們會覺得說 這是省極鬥爭 土地制度是一個省極鬥爭的 一種一個環境 那另外我在屏東沿山 就是萬金赤山這邊 我也帶過學生做田野 田野課章 那就我們在跟老人家講話 常常就會理屬立文 理屬立文 李瑞文 一直在講這個人名 就是這個地 地主是誰 李瑞文 李瑞文 那然後你再會聽到一些話 他說這是我們家 我們在哪一代祖先來的 然後他們幾個人 因為家裡人口多 他們去開墾這個西邊的這個五祖地 去開墾土地 然後後來這些土地 日本在1903到1905做土地調查 地區登記 土地調查就是政府管理非常重要的部分 他看沒有人登記的話就是五祖地 五祖地就是國有地 這是一個非常簡單 在哪裡的哪一個殖民者都在做這個事情 所以日本人到了密克羅內西亞也在做這個事情 所以一個是地基 一個是戶基 所以他在1903到1905年做地基調查的時候 那時候就講 我不知道你們有沒有聽過家裡的長輩 講這種故事或者讀書讀光 他就覺得這種基層的行政站會 就給他們一個小旗子 我後來就想說有點像那個 土地的那個小旗子 上面就是空白的 就你就寫上你的名字 然後把這個小旗子擦在你的地上 然後就想說這不知道什麼意思 這是好事是壞事 那當然也有點就是想著說 我如果擦了其實說這個地是我的 以後我就要納稅 這個目的當然就是納稅 所以他說納稅我們就要出錢嗎 這個錢都不多啊 何必呢 所以他就或者說 他覺得這個事情不是個好事 他就是很怕人民跟政府的距離很遠 所以他很怕他的名字進入官方紀錄 這是一個很普遍的心靈 所以他就說我們這邊有一個人很不好 李文瑞 李瑞文 李瑞文 就是這個人不好 通通就寫著他的名字 就插到他們的地上 可是寫的是萬丹的一個大家的 李文瑞這個人 李瑞文這個名字 就插到所以整個到萬安溪這邊 兩百家的人 李瑞文就變成李瑞文了 這個我現在你不回家問一下 一定會有這種故事 這聽起來很 我覺得他應該是一種神話的原型 他不一定真的這樣子 可是大家有這種想像 就表示說跟這個政府制度之間的距離 還有對於政府調查 會很保護自己 很小心這個政府調查 可是在日本時代 他是一個現代的政府 所以他的管理是從數字管理 所以你的地底土地 如果再知道別人名 那就變成一個事情 所以會有這樣子的困難 所以不管是民國四十年代的土地改革 或者是1903到1905 日本人的定期調查 我們都發現大家的解釋 對這個事情的理解是 不同人的理解是差異非常大 地區性的差別 階級上的差別 非常大 那這個問題其實一個部分 就是因為做決策的人 跟被這個決策所影響到的人 不是同一批人 所以這邊要講 其實就是在殖民制度下 當然早期的 在殖民制度下會有這樣的一個問題 那這是所以我才 我不是一個好顧的人 我後來才覺得好像需要 要了解這個歷史是怎麼回事 因為歷史在我們的現在有意義 它仍然是有意義 它影響到我們今天是誰 我們今天跟別人的關係是什麼 我們今天為什麼就這樣過日子 那我的材料會是以屏東為主 因為其實區域間的差別是非常的大 那以屏東來看 清朝的力量從來沒有真正的 進入到山裡面 我認為日本人早期也沒有進入到山區 台東應該是相同的情況 一直到1914年 日本的力量才真正的進入到山區 它的軍事力量進去 經濟力量進去 叫化的力量也進去 那可是民間跟民間這些不管是山區平地的往來是有的 我們從古文書就是老的地氣裡面來看 這些契約書來看 比方我看萬蘭這邊的萬蘭到家族 萬蘭這幾個村子裡面 萬蘭再往東就是萬蘭再往東 好 往這邊看就會看到說 他要交社克 土地要罵社克 社克是給家庭加藤社 就是鳳山巴勒平埔的 或者是放鎖 大概這邊是以家庭為多 他另外還有交水租 他水租給誰 你們可以想一下 潮到斷層崖上面 他的水是從上往下流 一到了這個斷層崖崖這邊下來 這座水是土 這個地非常平 這個地很平 然後他進入地底 然後再出來 在現在的客家村這邊出來 是我們說的散端永泉蓋 所以他如果要接水的話 他的 他如果從 他接水當然是從山上往下面接 他要取有固定的水開始種水道 所以我在這些地珠上面看到的 這個社的名字是 陳阿修社 丹阿西 就是丹林社 所以這次我看到的是1750年左右 18世紀中期的施氏崗 他們家族的水的安排 土地跟水的安排 所以他們則是跨好幾個客 跨好幾個群體之間 有一定的往來方式 那這邊講的屏東屏東 我比較熟悉 另外洪麗婉老師他研究的 他也做區域性研究 他從南 南北 中 北 中跟南已經做了好幾個地方 他之前做的 他最近做的是烏錫 之前做的是阿里山這邊的 所以阿里山的平地的 這些漢人的墾戶跟鄒族之間 有非常類似的安排 就是我每一年要念琴 頭目什麼人 然後我要有多少的食物 哪一種食物 然後多少的布 多少的什麼東西 就是那個東西寫得非常的清楚 所以民間的往來是沒有斷過 那另外一個我沒有多講 其實這個婚姻 這個通婚的情況 以我在屏東的經驗 是超出大家的 超出我們的強勢 我們以為大家是彼此各國各的 沒有什麼來往 你從通婚上看 其實是還蠻明顯的 那當然官方的話會用 我們知道有這個土牛縣 或者愛永縣 那個清朝的時候會有一些戒碑 像屏東裡面靠北這邊有五個戒碑 都是往山上去的這些地方 那地方萬金有一個萬金愛 然後他有一些駐軍 人很少 可是就是他有這樣一個制度在那邊 所以他不主張要讓不同人群來往 他希望官方希望的是安定 他很怕時間有錯 那我想最後一點 就是那尹平東的情況非常特別 他的駐軍跟所有的官方力量 最難的一點是訪僚 所以武凱瑟事件的時候 Cribert做了許多的調查 然後他也去看 他化妝以後去訪僚 就估計一下訪僚的軍情 然後覺得訪 有一些就是覺得這個 就是有一些平良 那所以在古代色事件的時候 訪僚有一個封港營所雜記 他的駐軍主要是在歸山 然後一部分的 比較相當小的駐軍 是在封港這個地方 叫做他的單位就叫封港營所 這個主官非常希望能夠建工 所以他做一個主動做一個調查 然後記錄顯得很清楚 簡單的講 這個封港的漢人他的農耕地 他不像清政府繳稅 他是像內文的 他們叫大陸頭目 就像魯巴尼奧家的納工 好 所以就說實際上清淘政府 沒有辦法影響到這個地方 那我從屏東作為例子 就是說官方我說政府很厲害 政府很厲害 那有時候是一個想像而已 真正的政府在進入我們的生活 他是有時間的 他是有空間的限制 好 我們從清早看你知道 日本在初期其實也沒有辦法 像我們後來說的日本殖民主義 那樣子的影響 好 那我們先下課 那個我今天的課的設計有一點複雜 所以這邊因為我自己在準備的過程中 我也在想說我都 我平常要看一下歷史的話 我都參考些什麼資料 也讓同學 也介紹給同學 你們有興趣的話 這都可以看一下 所以如果是清朝的東西的話 你們可以看古文書 我今天本來要帶兩本那個 文系上面 人類系邊的那個古文書的出版品 那那個實在太重了 同班實在太重了 然後這個古文書多半都已經數位化 人類學系有 民族者有 很多可能國史館也有 另外是奏則 那這個有一些歷史老師 歷史學家會用 會分析這些 另外一個日本時期 在日本時期的著作 很多都已經有一本 或者正在翻譯中 你們也知道這些 大家去南天過一段時間去看一下 大概都有一些 我自己用過的經驗裡面 因為我並不會讀日文 所以我用過的經驗裡面 我覺得李番治稿 是超乎我想像的豐富 那李番治稿跟警察之友 這是時間上的銜接 後來沒有 大陣十幾年就沒有李番治稿 之後出版的是警察之友 就是有很多大家的經驗交換這樣子 李番治稿比較是官方整理出來的 李番治稿的東西非常非常精彩 所以我就在想說 人類學的序列一直沒有 就是一直缺了文獻分析 文獻使用這一塊 那其實在殖民情況 殖民情境下 會面臨許多殖民者留下的文獻 這些文獻要怎麼用 這些文獻非常豐富 我們不能假設沒有自己語文的記錄 就其他的都不要參考 實際上李番治稿非常豐富 他包括他早期的時候 會有找一些頭目來談話 那幾乎是對我而言那是疼怒 談話的疼怒 一次不露的感覺 不是一個栽入 其實很精彩 然後因為日本官方非常的強勢 所以他的政策 他這個非常理性的豐富 他覺得他這麼做 為什麼這麼做 他經過一般討論 他有他的一些出發 有他的一些動機跟他的理由 所以我們現在看會覺得赤裸裸的 實際上因為他都講出來 因為他覺得那是對 我們後代看會覺得 嗯 怎麼這種話也講得出口 那是那個時候的理念不同 那除了剛剛就是說 我介紹先介紹幾個關鍵概念 像底層史學 Sephonor Studies 也Sephonor Studies要做 就是怎麼樣在文方的文字記錄當中 爬書出被記錄者的觀點 所以我們怎麼從清朝的日本人的 清朝的有的 作者之官方的文書的民間的私人的 怎麼從這些記錄中找出來平普族的 或台灣原住民族自己的觀點 找出他的經驗 找出這些事情對他的意義 那這次有一些閱讀的方法 怎麼樣閱讀 另外還有就是說 Sephon Studies在談到 怎麼去做農民這些農民起義 或農民暴動這些研究之後 他後來也說Memory 地方的記憶很重要 地方的記憶不是當時第一手的記憶 他是一代一代流傳下來的許多故事 因為他講的那些報告 都是很早比較早的事情 所以這些故事如何被當代人所記憶 所以地方上的口傳故事是什麼 老人家的記憶是什麼 我這邊講老人家記憶 當然就是說是他親身經驗過的事情 所以有一些那歷史學 仍然不太接受口傳資料 可是有一些討論比以前要鬆動 所以體制的史學 是一個確立的一個學科方向 那怎麼樣從口傳的記憶裡的東西 記憶變成口傳 這些東西重新來爬書歷史 這個現在的都有一些機會 可以這麼談 Central Colonial 也整是什麼 那簡單的講 他就是說有一些人來了 來了 我們這個一個地方原來住的是有人 我們就是原住民 他有人 然後他就問 然後有一些人來 我們現在白話講說移民 而這些人來了 他在這邊 他不是來來去去做生意還是什麼的 他來他後來就定居下來了 也在這邊繁衍後代 他後來就留在這邊 那他這些人是有統治的能力 也引起統治的企圖 然後所以他到了一個地方 這地方的原住民成為被統治者 這些因應成為統治者 所以台灣 比方我這邊列的這幾個國家 是典型的 拉丁美洲算本 當然也算 台灣是不是 台灣是不是 Central Colonialism 然後如果台灣是的話 因為平常沒有什麼這台 如果台灣是的話 影響我們對於台灣史的理解 影響不影響 有什麼樣可能的影響 那我這馬上把第二個 因為國家不是想像的 那國家做什麼 國家的力量 尤其是說殖民國家 即使不是殖民國家 我剛剛說 為什麼Central Colonialism 會特別被拉出來 成為一種特別的殖民主義 因為一般的殖民主義 你就想像英國在印度 英國人治理印度 他是來來去去 他的官年三年一任 五年一任 至少他到五十歲的時候 一定調回本國 調回英國 為什麼 因為他不能讓殖民地的人民 看到殖民者的病跟老跟弱 所以你在殖民地 看不到一個老的病的 身體虛弱的一個一個殖民者 所以他是刻意要拉開殖民者 統治者跟被統治者之間的距離 很多殖民國家都有這樣子的制度 有這樣子的考慮 他一定要讓殖民者 被殖民者覺得他被殖民是理所當然的 殖民者是不可挑戰的 所以他看到殖民者都是年輕的 有力量的 很聰明的 漂亮的 好 是理所當然 力量不是所有的能力超過他 理所當然是統治者 好會扯 怎麼叫這樣 所以剛剛講說國家跟人民 國家他在做統治的工作 治理的工作的時候 他會有一些考慮 所以我這邊講的也適用在國家上面 可是殖民的統治者是有一些特別 因為他不負責這個地方的長治久安 他是臨時性的 他可以是我打帶跑 我這邊拿了我就走 或者他維持這邊一個起碼的延續 好 那剛剛說英國人 他在印度統治了上海那麼久的時間 可是我們印度不是一個status of colonialism 因為英國人到一個年齡就被咬掉了 所以他這邊沒有成為一個社群 沒有英國人在印度沒有成為一個人群的 沒有成為一個人群犯 他就是個別的人 個別的人 所以status colonialism 就這些人是住在這邊的 然後這些人在政治勢力的分配上面 他是統治的角色 這就是我們說的status colonialism 那一個國家或一個殖民國家 他在統治的 他在統治或治理的時候 他的著眼點剛剛我們說的 是人口 自然資源跟意識 consciousness 那人口是什麼 我這邊寫的是人民或人力 人力就是human power 意思就是說 這人可以於是生產力 可以是勞動力 人民作為生產力或勞動力 我看到的是他的經濟上的貢獻 軍事上的可能的貢獻 那他可能產出 我就因為他的生產力 我可以跟他課稅 我跟因為他的勞動力 他的寶益的勞動力 我可以跟他不是用課稅方法 我是可以要他服一些勞役 比方說有很多地方 街巨化的社會 海灣族或者說大溪地 這種地方 他的酋長或頭目 他可以要求人民做某些事情 比方他的房子一定是掀開 一定是大家來蓋 這是搖曳 那不同的殖民者 他進來的時候 他會用 因為他不要從他原來的國家 帶進太多的資源 他希望做到 就剛剛說財務獨立 他成本最低的情況下 他可以維持這一個地方的治理 所以他從這個地方課稅 所以日俄戰爭當中 就是讓日本人加速在台灣的地基調查 以就是減低日本本國的財務負擔 所以我們看到他就許多的牽連在這裡 那戰鬥力當然不要講 戰鬥力最後當然我們知道 日本時期的話是高三英武軍 高三英武隊 清朝的時候有沒有 清朝的時候其實也有 福康安來台灣 平這些動爛的時候 他的軍隊裡面有很多的 當時就是現在我們說平補 有很多的平補人 其實是台灣歷史真的很複雜 那賦稅跟搖曳 稅賦跟搖曳 那我怎麼有錢啊 你如果是要拉福 或者說你要我們做一些勞役 所以人力在那邊還可以做 可是你的勞役過多的時候 影響到他的生產活動 或者影響到他的他的部落內 他自己的記憶活動 大概這兩樣部分 原來有生活裡面非常重要的部分 如果稅負過重的時候 換句話說 你從他的生產所得 拿出一個比較高的比例 作為國家抽取的這個比例 對於地方上的生活 會是一個很大的影響 所以他可能自己 他的生產不夠他付這個稅 他如果付了稅 讓他的 他的家民 影響到他的家庭生活的品質 所以典型的我們會聽到說 清朝時候 台灣平谷族的土地 我們熟發的土地 已經流往漢人的肯戶的手上 移到漢人的手上 平谷的土地流失 其實有很多人是這樣的解釋 比如說這土地流失 跟稅負跟勞役之間有關 尤其鳳山八社 非常屏東裡面的鳳山八社 非常會種水稻 非常他的建築工法很厲害 很會蓋古倉 所以清朝就不時這樣蓋古倉 所以他們的 他們要拿出的稅負也種 他們要進的勞役也多 這就是他在時間上 力量上 生產上的負擔 所以他慢慢的就貧窮化 就他的土地 他只好他付不了他土地的稅負 就把土地先是點 後來就點 他還不出的錢就賣斷 那這是特別在屏東平原上 特別是詩天福老師 中原院台詩所的詩天福老師 他有這樣的一個論點 那另外有一位在 因為美國做貧窮 特別是做他從歷史人口學的角度 來談的話 Shepard 這一個人他談的話 他就觀點不太一樣 他認為清朝很多的制度 是一個理性 已經有一個理性政府施政的一個制度 所以他會努力的 像我們說立戒備啊 懲罰有些辦法 讓這些漢人的肯部不會去侵佔貧窮族的土地 所以他會認為這個政府是一個理性的政府 後來因為其他的原因 這個土地失衡 那這個方面的資料 其實現在做的這個方面大概都是看的 一個是剛剛說的奏折 另外一個就是土地企業 那我沒有辦法說 清朝全部講 日本全部講 就是沒有這個企圖 這給讓大家了解一下 一個政府的都在做什麼 所以我們平常覺得 志維莫覺得事情可能都很重要 那日本時代對於人的管理 是經過良好的戶籍制度 我們在台灣大家都知道 日本戶籍制度做得非常好 這個是一個管理基於管理的目的 他是一個現代國家 有現代管理的能力 他非常重視科學調查跟數字管理 數字管理跟戶籍的關係 就是說我有清楚的戶籍之後 一方面我治安上比較多有把握 另外一方面我要做什麼事情 我按戶 每戶要出一個人力 這個是非常非常平常的事情 每戶要出多少錢 比方我們說最後我們有用一個例子 就是部落大家開始買時鐘 集體部落買時鐘 所以是捐款 捐款還是抽稅 我覺得現在也很難講 每戶 一戶出多少錢 大家來買了六個鐘還是多少鐘 那我這邊舉一個例子 我們都知道這個戶籍管理非常科學 他有沒有他的文化上的成見 當然有無法避免 他文化上的成見 舉例來說 我們都知道養子 修養子女或者 我們用明靈子 或者用養女 我們看到一個詞 早期日本一開始戶口調查的時候 到大正四年才改過來 叫做蓄養子 蓄養子是日本的制度 就是女婿他先收養這個 他收養女婿 女婿可以成家 台灣沒有這個 原則是基本上沒有這個風俗 女婿是女婿 娘子是娘子 女婿要不要成家是另外一件 應該是女兒成家 女婿一起來貢獻 是女 他會過台灣會是女兒成家 所以他早期的紀錄裡面 會有修養子 就是他從日本的概念來看 所以我們會發現 有一些像台灣族的部落 長次如果是女生 後來那個女婿 那個他先生會變得很重 這是跟日本觀念比較能夠搭配的 另外一次女性的冠夫姓 他曾經先冠夫姓 後來再變更委屈本性 他覺得台灣對於比較抗拒 去本性掛複性 所以後來變成加一個複性 有一些就是說 一些日本人意識到的 清楚觀念的不同 有一些他不意識到的 所以我們會看到說 所以這個戶籍必須要知道 日本人的清楚觀念是什麼 日本加戶的觀念是什麼 那另外一個就是戶籍調查 是由警察來做的 的一部分他有兩套東西 有一套是由警察負責 所以警察 因為是由警察 這套東西對警察的治安管理非常重要 在警察的業務裡 因為他考慮到警察的業務 所以這一套戶籍資料裡面 有許多的資訊 比方我小時候的身份證 或者戶籍戶口名目 跟現在的欄位是不一樣的 就表示我們的觀念裡面 現在開始認為 國家管理不需要知道這麼多訊息 相對的他也尊重個人的隱私 那是你個人的實體 國家不需要知道 換句話說 日本的統治之下 國家知道 國家需要知道很多的訊息 我們在台灣還不習慣這個觀念 我們覺得國家知道很好 無所謂安全 我們不知道要把自己的權利 有些權利是自己的或者是家的 而不是國家的 所以因為警察的業務 他統合很多的資訊 這裡面包括生活習慣的紀錄 比方是否吸食鴉片 因為鴉片為了抽稅的關係 他是成為一個特許行業 另外一個跟衛生有關的 就是是不是有注射什麼疫苗 比方添花 是不是有做流動 另外是前科 所以我們會看到有一些人 看了那時候的戶籍 有一些人的前科紀錄會在裡面 好 這個就是 我希望你們都有機會回去找自己 每一個全台灣的戶政事務所 只要你給他 你的一些戶長資訊 他就可以幫你調到戶籍一開始的時候 所以這個戶口 我們覺得戶籍無害 可是那是國家他知道 他認識你的一個辦法 當然我們正面來講 那是國家比較容易形成政策 可是就是說你在國家之下 無所遁刑 那另外一個就是說 那國家對於自然資源 他如何去掌握自然資源 那我用日本時期的例子的話 其實跟清朝是比較不一樣 因為清朝對於林業 沒有這麼深刻全面系統性的看法 那日本人是一來的時候 他的第一任總督跟第一任民政長官 就有非常清楚的概念 那時候寫的 他有一些發言現在都留下來 就是說很重要的一個 跟番地有關是職產新業 他在台灣整個他要做的 是包括職產新業 所以我們說他的經濟目標 一開始就非常清楚 剛剛也講到水野尊士 武丹社事件那個時候 之後他在台灣好幾個地方調查過 那也留下了著作 現在都翻譯成中文 所以在他的時候他就規劃山地行政 早期大概到1919 到那個佐久間總法派總督 第五任總督之前 這個制度非常的不清楚 一直在調一直在試 所以在水野尊士的時候 他所規劃的行政制度 行政體系 山地行政是要放在職產 這個範圍下 相對於地方行政 漢人是在地方行政之下 那另外我們針對 另外這個大家可能都知道 這句話就是番地被 番地他有一段時間 叫做很早1895還1896 有一個就水野尊那時候 推了三個法令 一個是跟礦業有關的 一個是跟採沙金有關的 一個是跟好像有寫香 對1895年就頒布了 官有靈野及蟑螂製造業取替規定 這是一個法條 他的目的是要重新登記 跟管理北部蟑螂事業 為什麼他馬上 1895年他一來馬上頒布這個法令 因為蟑螂的比率非常非常的高 你們知道蟑螂可以拿來幹嘛嗎 葉塑膠還有什麼 他就幫我去做下功課 我一直沒搞懂那天 跟火藥有關 跟製造武器有關 所以全世界強壽 全世界就有台灣跟日本生產 這個東西非常非常強壽 所以比方說我有請大洋洲的學者 有時候在校園裡面走 我說這是蟑螂樹 開啟了 蟑螂 就是說那個那個時代非常重要的產品 當然後來都被化學合成的 換入合成取替 所以日本人1895年 他馬上談的是蟑螂 就一個特別的 所以我們這邊講 我就是一直要提醒大家說 地區性的差異 這個是個北部的事情 一方面他的政府在台北 他從台北他去考慮 我先治理北部的 因為北部有了問題 對我的影響最大 另外實際上 我北部管理是最容易的 因為有個空間的考慮 再來因為北部最重要的產業 茶跟蟑螂都在北部 所以他這時候 蟑螂是要非常大的一個考慮 蟑螂有戰略意義 他有非常大的一個戰略意義 所以他就要這樣頒布 頒布的時候 他就有很多的詳細的規則 說你們要怎麼樣來重新登記 那時候蟑螂主 這個有很多腦療的主人 很多是漢人 然後腦丁有些是漢人 然後跟這時候受到最大的影響 是泰島者 那就是要 那原來都大概有一個協調的方式 這樣的相案無事 那日本人要重新頒布 很多人是沒有官方 日本官方要求的這些細節 他沒有辦法登記 沒有辦法登記就逐步的 等於說就是這個 我們看到這個產業 就開始有一些換手的情形 那日本的大的產業就開始進來 然後很多人又進來探勘 希望有增加這個蟑螂生產的這個 這個份量我們就說所謂的藩害增強 地方不平靜 有很多泰雅的領域原來沒有到這個地方 現在才知道越往深山走就被清 就是就開始有些的疆界的一些衝突 那另外就是說 他在做這些各種登記的時候 我們就逐漸看到 或者說做地基調查 或者臨地測量這些的時候 就看到有一些原來傳統領域的地方 被認為是無阻地 因為不符合他的管理下面 所認定的所有權 包括他對於有沒有所有權 其實是有不同的討論 最後這個地方 這些土地成為最重要的 柏有地的來源 那逐漸的我們看到了 不同的政策下會有新的空間的 以及人群在空間 跟空間的一個對應關係 然後他建立新的秩序 清朝的時候乾隆中期有一個翻臀寺 他有刻意的讓平谷族帶著家眷 給他們多少的土地住在 以我來說就是山腳下 山腳地區 然後他讓他介於 漢原墾甸跟山區原住民之間 所以整個平東平原非常清楚 因為我熟悉的是平東平原 結果那現在台詩所有一個 杭劉娃老師他就成立了一個研究區 就叫做山腳延山地區研究區 全台灣都是這個集合 另外一個你會發現 山腳下要不然是首帆領部族 要不然就是客家人 介於閩南人跟山區原住民之間 另外一個就是清朝到日本人時代 都涉愛口館之進出 這個是清朝時候的一個 一個界盃叫做封禁古令谷 古令谷是一個地名 封禁就是不准再過這個碑的 往東不可以 這個碑現在還在 在那個內谷的華納波這個地方 蕃仔谷這個地方 他裡面講的主要就是說 客家人不希望這邊的平谷族 把他的土地讓給 不希望他招漢電 他招一些電農來 他的電農是江嶺南語的 他擔心他江嶺南語的人 跨過客家人這條線到客家人以東 就變成他的官免堂皇的話 他們這樣會跟山區原住民衝突 會跟打雷衝突 所以會造成他們這邊國安定 可是實際上是讓客家人變成 他的西部跟東部 他的以西以東都是敏南語的人 他被包夾 所以他就 就是說後來官方就立了這個街盃 所以不准他們不准再有電骨 進入米東的路 好 那回到日本時代講的 他在他的治理上的地區性差異 他在早期的時候 大概就是在佐久堅佐馬泰 第二期五年李番企畫 1910開始這個李番企畫之前 他的北部 他在北部是用比較嚴厲的手段 他在南部是用比較平和的手段 那北部他需要積極控制 因為他要張腦要維持穩定的生產 南部在他的開發上的順序是比較後面 所以他只要不出事就好 南部北部他要積極能夠控制 那一直南部這個情況 一直到1914年腳腔的時候 南方事件日本的勢力 才變得非常的激情 那給大家看一下 所謂的classification 上面我就說 綏靜事件是所有的殖民者 這是在殖民情況上最明顯 所有的殖民者大概都會採取手段 那1914年南方事件在藩智稿裡面 日本不同的官員對這事件都有些評論 那當然有人叫好有人叫不好 有人會說南方事件非常奇怪 因為他是沒有任何的動亂 官方採取軍事行動 等於是官方挑釁 那另外一個我們看到 像我看大洋洲的東西的話 常常有一個詞叫做pumatic expedition expedition有點像是就是去探索 pumatic就是我是一個懲戒系的 一個軍事行動 所以我不是單純的要去開墾 我是一個懲戒系 因為他們殺了我們的軍人 還是殺了我們的商店老闆 還是我們的農民在田地工作的時候 或者他趕牛他牛跑到哪裡 就被殺了 這個是非常經典的 這個是在密特羅尼西亞 Pompei這個島上面 那在這種行動的時候 常常你會發現 因為殖民者的人數一定是極少數 所以他怎麼可能有軍隊 他沒有 所以他都是用不同人群之間來彼此 來威脅彼此 所以現在像Pompei這個地方 他是五個傳統的囚方 所以他是某一個囚方 在1905年就是武裝的暴動 那德國那時候是德國殖民地 德國人就是從其他的集的去找了 找了訓練過的有槍的人來幫助他維持治安 那他們當時的槍的數字 Pompei這個地方是有過武裝暴動 另外的一個島 Chuk這個島 這個他們的語言不一樣 Chuk這個島 在1904年 日本人要繳槍的時候 不是 德國人繳槍的時候 他們交了四百頂的步槍 所以我們知道這個 他把槍繳進來 對殖民者而言 這個比較能夠保障他的安全 另外其實是進一步 殖民者不會一天到鄉下去 是要開發的這一些產業界的人 他們希望政府先做這個事情 保障他的安全 那綏靖政策 這個往往成為我們現在 為了比方太武閣事件 內本路事件 我們會講這些 我們都知道 當然物色就不用講 戰爭除了當時的人的傷亡 跟財產的損害之外 戰爭的記憶 以及戰爭當時的印象 或者戰爭的事後的記憶 形成我們對於官方 或者統治者的某一些印象 往往形塑了事後的 跟被跟統治者之間的關係 這個是我在安索 達恩鄉或者說 四個小學院看到他們在重演 獅頭射戰影 或者說1914南方事件 他們在重新展演這些事件 就是在翻轉當初的那種僵硬的印象 就是一種戰敗的這種印象 那這樣子的戰爭的 這個假設是戰爭的創傷 對於我覺得對於內文 我有這種感覺 另外就是說 他們今天在重塑歷史的時候 這個中間 他們有時候不自覺的 沿用了理翻製造裡面的觀點 所以到現在在講的時候 會說大骨頭目是什麼印象 二骨頭目是什麼印象 會說你是鷹派 你是鴿派 這是對日本人而言有意義的 當時有意義 因為跟他的安全有關 那我覺得這種角度是比較 可能需要再想一想 那追情是一個武裝的行動 武裝行動之後 勝敗 勝敗會有一些比較明顯的一些後果 所以我們會看到 有往往在這個時候 會蓄意的打壓原來的傳統權威 以內文來講 等一下會給大家看照片 以內文來講 我看一番製稿的紀錄 內文的大骨頭目跟二骨頭目 就是朱倫加跟魯瑪尼奧這兩家 他們是被綁在內文社前面的柱子上 然後後來他的魯瑪尼奧家 就說你把我放開我的兒子來代替我 然後我去跟不同社的人 遊說他們叫他們拿腳牆 就是他有用過一些策略 就是拖延最後全盤協商的時間 然後他抓了這兩個大頭目之後 他叫頭目這兩個頭目 幫他們去挑水 幫他們做一些雜事 因為那時候他主要軍隊處雜在這邊 已經到了內文社這邊 我那時候看這一段的時候 我就想說你怎麼會缺挑水跟做雜事的人 他就是有意的 意思說你頭目對大家而言是最高位的人 最厲害的人 可是對我日本軍人而言 你是要挺我 我叫你做這麼唯物主導的事情 你想頭目原來應該也不需要做這些 都有人幫他做 所以那是非常就是讓他的就是等於破解了他的權威的基礎 所以這個是就是我們看看戰爭的記憶 後來的意義後來產生什麼作用 內文社這兩個頭目家的家務都被燒了 鋼子都被燒了 那這是後來重建 這大概是1925年的照片 我們看到最上面一排是日本軍人行軍的樣子 前面是軍官是騎馬 我們現在下面這一排下面這一排中間是有一個 一個男生一個台灣組服裝的一個男生 他的手被綁在後面 他的面對面的是一個女生 還後面還背了一些小娃娃 所以我聽這個童婦這是Julen家的 Julen家的童婦就說那是他當初那個應該是他的祖父 他的真祖父被日本人抓去 就是我剛剛說挑水做雜事的這個時候 他們家的某一個夫婦去給他 某一個老人家給他送飯 然後旁邊他的 然後他講的是這個故事 中間這個傳統的典型的 我們會看到的一些重要的一些符號 為什麼童婦家要有他的祖先被俘虜的紀錄 那當然一開始這有很多可能 一方面對他們的人這是事實 所以他在講一個重要的歷史故事 這可能就是紀實 那因為我們知道他是新客人 所以 然後這個這樣子的一個戰役 對他而言他看到了更好的一個作戰方式 不一定表示他失敗 我們知道其實我大概可以體會 對於排灣族而言 戰爭跟單場戰役是不一樣的 他的這場戰役失敗了 他不覺得他不一定覺得整場戰爭他失敗 所以他不介意 反而他覺得這個樣子不錯 我要學我要模仿 這個也有可能 就不是我們現在說到成敗 沒有這麼嚴重或這麼戲劇化 就是一件事情而已 其實台灣的木雕裡面 好多地方 春日也看到好幾件大型木雕 是裡面有日本警察 所以有一個好像美伊達到台伊達的碩士論 是寫的 海外目標當中的警察的印象 好 那這個是 是米克羅利亞在德國佔領時期 也是就剛說碰到佩林那個島上 他是分成五個區域 五個囚邦 他們有的人是支持德國人 有的人不支持 所以Saukay這個囚邦 跟德國人有了衝突的時候 德國人就從別的地方 調了一些人來保護德國人 這個是內文社戰役 剛剛說因為日本人死了幾個 所以後來日本人在內文社密碑 那這個是 這個是Ponapay在一九零五年 有一次德國人 對於德國人武裝的一個反抗 所以Saukay這一群人 他們的反抗的一個導火線是說 德國人也要求他們在他們的島上 蓋一條環島公路 那這個環島公路是Labor Tax 就是勞役 搖曳的一部分 那地方上原來就是經常會有這種事情 他們這一次覺得特別的難以忍受 是因為這個總督的有一個 他的有一個職員 他碰了他們這邊 Saukay這個球邦最高階的球長 對他們而言 那是身體上的觸碰 尤其是頭 是非常嚴重的冒犯了他們的球長 另外就是說 德國的工頭 這個工地的工頭 用鞭子抽打了其中的工人 就打了他們的人 所以對他而言 他們第二天 他們就非常的奮動 他們第二天來工作的時候 他們是武漿來的 殺死了那個總督 還有他的秘書 還有剛剛講的那個共同 那我們講了自然人口跟自然資源 那這個部分我趕快介紹一下是教化 1915年也就是佐久仙佐馬太的第二期 理番計畫結束 他的第二期的五年嘛 前面兩年還是比較安撫的 後面三年是武力 是徵法 包括1914年南方世界 就佐久仙佐馬太是個武將 那我看有人用的比較重 說他是武夫 就是說 所以他是比較不介意 用武力來做事的 那在1915年開始就 剛剛說他在這之前 那個政治有許多 他的官職一直在變 1915年就是我們現在所熟悉的 警察官吏住在所出現了這一個 主要的部落都有 同時他逐漸 另外他逐漸的發展出 結合警察 教育 交易 跟衛生的相關機構 所以我會給大家看照片 一個照片裡面 有幾些這種現代的平房 他這四個功能都有的 那最重要的是警察 往往警察兼術任務 他在第一線追蹤教皇 所以我常常剛開始我不懂 比如說這警察 或者住在所這邊有學校 公學校或是翻同教育所 那老師是誰 你以為這聽話很多人沒有 警察也就是老師 對 所以你想警察能教什麼 警察要教什麼 我們看這個內文住在所的遺址 就這樣每個地方 這個都看得到 這是1930年代的 內文的兩個系統的頭目被叫到 內文叫到住在所這邊 看以前的照片真的沒有什麼開心 就是臉都很嚴肅 那這個是佛流的老照片 這是日本人在這邊 因為我們要知道殖民為什麼這麼特別 因為殖民者的人數一向是比被殖民者少 非常非常多 那為什麼他可以殖民 我覺得很簡單是心理上不是真的傳遷暴力 傳遷暴力是有威嚇的作用 最重要的是那個心理上的力量 所以所有的殖民者都會序列 被殖民者來幫助管理 好 所以這是佛流 所以不是臺灣這樣子 臺灣的住在所裡面 他有基層的像警察人叫警守K-Day 你們如果問一下老人家 以前一些最優秀的人 會不會挑去做這個事情 都先送自己讀書之後回來做K-Day 警守是最基層的 其實像公有送公會 我們要討論一些這種差事 那在國流也是訓練當地人 做一些維持治安的工作 那剛剛講說在傳統的權威被動搖 或者說其實後面要講說 他很多傳統的觀念會被動搖 傳統權威或觀念被動搖 我們可以從這個人骨架來看 這個因為我用的大概就是凱文族的 人骨架左邊那一章是比較早期一點 可是我忘了多少年 這個很壯觀是我看過最大的頭骨架 猜是誰的 來一箱誰的 妄家 妄家真的很厲害 往南打往北打 妄家真的多 這個下面是古樓的那骨種 這個就是說 日人在1930年代開始說 你們不要再可能更早一點 就是不要再抬逃 不要再出手 獵手 然後就把原來的頭骨架 因為頭骨架是一個界線 也是一個他們威望 這個整體的威望 那可是這個是放在從墨加工前 或者部落入口處 所以大家獵手之後 其實這是增加了他個人的威望之外 他家的威望 增加頭目的威望 增加整個部落的威望 那後來是就是收起來 全部埋起來在納布中的 換句話你沒有辦法視覺上 你就看到說這個部落很厲害 就以這個傳統的力量的表現 沒有機會 我另外一個就是山產交易 就是日本時代清朝也做這個事情 那日本時代很明顯 因為日本的文字記錄留的很清楚 他把交易作為是治理的溫和手段 我們知道以前部落會有通識 漢人通識不是通識客 漢人通識對於日本而言 這個他急需把他處的力量 因為他阻撓了日本人的直接治理 所以對於日本人而言 他要把私人的民間的交換退除 然後用官方的交換 他後來官方交換 民間就叫交換所 官方的就叫交易所 1920年代的時候就證 大概1920開始 這制度變得很清楚 他有許多的討論 他以交易作為一種 比較溫和的治理手段 他要怎麼樣做 他叫獨佔交易 因為他就要用杯葛的方式 我給你什麼 我不給你什麼 最重要的是食鹽跟火柴 你可以想像台灣主在山上 他希望有研發這不是太容易的事情 另外火柴很方便省大家的時間 而且隨時可以用 所以他的交換的財 交換的東西裡面這兩項非常重要 所以日本人覺得 你這邊如果常常不安靜不平靜 很不順服的話 我就斷了你的食鹽跟火柴的攻擊 好我的交換所不提供 我交易所不提供的時間 或者我關閉交易所三個月 像宜蘭南澳的原因 南澳那邊就是因為 張腦的採取張腦 常常有些衝突 官方就說我關掉阿力士 這個交換所 好那就Beeple 你必須要想辦法 那雖晴剛講 1914年最晚的時候 日本人全面的腳槍 那像北部是比這個早 南部是最晚到1914 那南部是為了讓南部 他在南北的政策稍微不太一樣 北部的話是完全沒有牆 南部就是說 是燈機後可以用牆跟子彈 那這些 這是他主要推的政策 就是讓生計由狩獵改變為農耕 然後農耕改變為定耕 所以我們知道這個政策下 空間人的跟空間的關係 以及他在空間中行動的習慣 勢必會連帶改變 所以我們又逐漸比較進入到 我們生活中的細節 那農耕特別是水稻耕作 在很多地方你會驚訝 像包括牡丹水稻耕作 非常早就開始 所以新的勞動習慣開始了 然後這個勞動誰來勞動 勞動者是誰 勞動關係是什麼 性別是什麼 比方說社會是男性的活動 農耕是女性的活動 可是你從 所以你在進入農耕的時候 男性怎麼參與 從游耕到定耕 兩性的關係發生什麼變化 那另外相關的記憶 小米我們知道原來的耕作裡面 小米是最重要的作物 小米被小米之外介紹進來稻米 那稻米有沒有相關的記憶 甚至於稻米開始要取代小米 小米的記憶斷了 育人就會推動 沒有關係 你們趕快辦個水稻記 牡丹自我唯一聽說有水稻記 1938年開始就有水稻記 那另外就是說 種水稻成為一個 我都感覺到它是現代化的第一步 就日冷時期現代化的第一步 所以開始有一些想像 為了更好的生活是什麼 我們要追求更好的生活 所以我們要種水稻 種水稻 那我們要怎麼樣種水稻 我們要搬家去找 找水源 然後要找比較多的腹地 我可以開辟水稻田 石門跟東源 是這樣非常清楚的例子 石門是瑪麗巴 跟另外一個是搬過去的 東源那個地方 對不起 東源是這樣搬過去的 那邊原來是沒有人住的 後來因為那個水源的關係 石門的話 那個地方是那附近最好的稻田 就可是後來當然是因為 牡丹水庫蓋牡丹水庫 從那個地方之間要的 所以石門去石門的是誰 是日本時代送到內埔那邊 內埔農學校讀書的 安藤巴郎 所以那邊成立 大家就說他們八股 親戚關係怎麼辦到內埔 叫安藤巴郭 這個就我就不要 那這個是我用的一些資料 如果你們對原始知道有信 我有一位同學幫我翻譯了 我就看一些清單 翻譯了一些日本時代的一些報道 所以他正用說普遇的方針是什麼 我這邊用紅色說出來 最重要的意義是教導化育他們 培養善良勤勉的農民 這個你如果對於這個 civilization civilizing process 教化有一點敏感的話 你就知道 這個他講的教導化育非常重要 其實就是化育成為農民 你只要耕作農耕就是有一個進步的狀態 他希望他的成名是農民 那農民就會是什麼樣 這後前面的希望詞是善良的勤勉 善良跟勤勉是道德 農民只不過是一個職業 是你一種勞動方式 你求生的方式 這種求生的方式 理所當然的連結上 某兩種道德品系 善良跟勤勉 這是很 我當時的人覺得是這麼理所當幹 好 那除了農耕之外 還要做的事情是包括他們服裝舉止習慣 習慣就沒有講出來 是什麼 這些日常的小事 他知道是日常的小事 他可是他國家要管 這是講的國家政策討論 所以這邊是教育 我們看到左邊的三張 是台灣的 翻譜教育所的照片 左邊的上面三張 對 右邊的兩張是 一張是雅虎 一張是上面的是塞班 下面的是雅虎 當地 這都是日本學校 他從1914年 成為日本的 國際聯盟的托管地 實際上很像 就是殖民 可是他的名義上就是這樣 就是下面的女孩子 女孩子就是編織 所以你如果問老人家 老人家會說 我們那時候沒有學什麼 包括幫日本人跑腿 就做很多事情 他做的事情可能包括養財 就做一些公益的事情 這個是大家要看到這個帽子 這個帽子就表示他是青年團的人 青年團是日本帶進來 就是因為學校教育的年限很短 然後這些人大家都馬上要進入農耕 進入一些生產勞動 所以日本有針對 已經離開學校的人有一些 有一點像我們現在說的成人教育 延續性教育的一些組織 大家都參加的 所以男生有男生 女生的有女生的 這是男生的青年團 所以青年團會戴這個帽子 這非常重要 這成為挑戰部落傳統權威的 最重要的一批員 以內文來講1938年 1934年 他們的有一場五年紀 然後據說那個有人看到 1938年還有一次五年紀 那算時間是不對的 他說這個五年紀的時候 也沒有刺這個刺繡什麼這些事情 都簡單很多 然後青年團就是說 他們那個時候要拜 雖然部落裡面有喪事 然後他們為了要拜 他們要特別讓青年團的人結婚 一般來說五年紀當中不可以結婚 那是禁忌 另外就是說部落 他們做的時候 部落裡面有幾戶是人牽出去 因為家裡有孕婦死亡 男產死亡 所以那廢掉那個家屋 他們搬走 他們就來青年團的人去整理那個家屋 就一直說我破除迷信 或者是說那個 某一個頭目要過世了 就是說要葬在公共的墓地 不是葬在他的家裡面 這都是青年團座也非常重要的一個 一個挑戰的 或者去鼓勵的 一種新的 他代表新的思想 這就是我們說從教育開始 內部會有一些變化 這是世代的變化 那這個是從上面照片 你們會看到他有一圈那個 有幾棟房子是比較明顯的平房 跟其他房子分開的 然後中間那張照片 那個房子非常集中 下面是神社 上面兩張照片要給大家介紹 就是我們剛剛說是住在所 衛生所交換所 這些都是集中在一起 這個非常典型的一種空間安排 我們好像還有一個節課 我讓他拿起來 農產品品評會 換句話說一個運動會的時候 他也辦了農產品品評會 我知道他其中一小段 在講這個農產品評會的效果 他說可以達成自發的改良農耕的契機 農作物顯著增加 狩獵顯著減少 推廣勤勞的風氣 就是為什麼大家覺得獵人很懶 我就不懂 覺得農耕就比較勤快 促成有意識的 由輪耕轉為定耕 讓他們醞釀出移住平地的動機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 日本人的一個政策出來 他非常知道要往哪裡去倒下 然後是一步一步的 所以你先農耕 農耕之後就往定耕走 定耕之後你就需要比較大的腹地 因為輪耕是你人動土地 你人動土地動 那你如果需要你要定耕的話 你就必須是一塊比較大的土地 而不是說你人在不同的土地耕種 所以讓他們往平地移動 我們就更知道 後來1930年代的時候 開始有了極端移住政策 這些都是非常相關的 所以他說你翻的目的 是要培養出純樸的農民 我們又一直看農民不只是 我覺得到現在我們的文化 還有這樣的一個迷思 農民似乎就有一個光 有一道圈會發亮的 農民就是純樸的 善良的 勤勞的 那狩獵或其他就不一定 那我這邊再談一下這個號碼來看 日常生活 一個政府 他剛剛說服裝要改變 禮節 習慣要改變等等 我們看到日常生活細節發生了哪些變化 我這邊挑了兩個資料 我稍微豐富一些的 一個是生理儀礼 特別是婚禮跟喪禮 為什麼是喪禮 因為台灣組 我用到全部都是台灣組的歷史 是室內障 所以就要從室內障 改到室外障 還有公共目的 再來一個是時間觀的變化 因為剛好找到那 我看得我好像太有趣了 怎麼會這個樣子 那因為我之前先對於時間觀 會覺得會覺得這個題目比較敏感 是因為E.B. Thompson 他做英國勞動階級的盛產的行程 裡面談到鐘表時間 所以鐘表時間是一個標準化的時間 為的是說大家可以配合 我們同一個時間做什麼 而不是說我看我的作物生長到什麼 或者我的手工做到哪一個地步 我下一個階段要做什麼 因為他開始把人帶在一起 工廠也會讓人要彼此 我們做的不同階段需要彼此搭配 所以鐘表時間出現 我生理理的變化有兩個 一個叫就是兩個例子 一個是結婚改良 一個是破除室內埋葬 這我全部是用日文報導裡面畫 所以這個我們看昭和九年 大概是加二十一九三三一九三四這個時間 屏東俊這幾個部落 已經廢除依許就辦來結婚 他改了那內容看是什麼呢 在這個婚禮裡面 我們看到神社或者其他的官方空間 就是住在所跟人物 也就是神社裡面的神官跟住在所裡面的警察 或者其他人員 趴在婚禮裡面變得重要了 所以他說他們廢除了原有的略同婚的形式 改行神前結婚 這個神當日神社 日本的這個那個叫什麼 道爹大神 那個日本神寺的神道教信仰的這個神社 然後他們一起到住在所提出申請 所以他們要跟住在所申請 他們要結婚 然後他跟住在所的圓景 這個所圓我們知道我們叫所圓 或是說警察 一起議定聘禮 我們會不會覺得很奇怪 大家知道排灣族的情況的話 或者漢人也是嘛 你結婚這兩個家族的事情 你最多有個中間人或是沒人 你怎麼會要找圓景來一起商量聘禮 而且要告訴你 不要在獅子大開口 聘禮最多不能超過十五人 然後雙方到這個神社 供奉神酒等等所圓來訓話 現在我人家那個父母訓話 我覺得很麻煩 他所圓來訓話 之後用供奉神酒 然後結束婚禮的儀式 然後之後在住在所舉行業會跟跳舞 當然家裡面還是有跳舞 可是住在 增加了住在所 然後他要求結婚當日起雙方必定要同住 因為以前就是他的話 他裡面還有起去 並不需要立即同路 男方有在女方家居住 扶勞藝人安排 男方要在女方家先進一切應路 那我們看桑里 就是桑里他要破除室內埋葬 他說因為這是又不衛生又不親近 那所以他講這個寫文章的人 就是他們一群一直在遊說 某一個部落的長老 就是一些騎勞說 不要再我們應該有共同目的啊 那什麼的 然後他們後來終於說服了 他們從下午講到凌晨四點之類 終於這些騎勞受不了 那好 然後他就說這些這幾個人已經 官方的人已經找了一塊 看好了一塊地 然後叫他們租這個地 然後就每一戶要出多少錢付這個祖金 然後剛好他們在談完 三天內就有人過世了 然後他就趕快 趕快 所以這些巡查立刻做好的棺木 戴著蠟燭香跟死者的應該是商服 還有他舊的這個在日本習俗 不太了解 到了死者的家 其實當那個家裡面的人已經迎傳說 太倉促 我們可不可以這次先不要仗到共同 公共目的 那這個警察很很積極的已經做好這個 所以我們跟日本警察好不好 非常盡責 警守絕落木屑 然後這些職員們做好了吊燕的 固蔓等等 就換句話說他介紹什麼 一個是公共目的的概念 所以跟家族脫開 另外一個他介紹了桑林的細節 為什麼要有固蔓 為什麼要吊燕 用什麼方式來吊燕 為什麼要換這樣子的衣服 我們知道排灣族非常重視他死亡的時候 他下葬的時候他身上要裹的 瞎一下這個那個字 要裹的是在不同的儀式當中送來的布 然後越親近的人的布 是越貼身裹的那一塊 然後你看你能裹多少 然後你的親屬遠近的生出來 所以他是給這個關係就完全沒有 所以比較輕一點看說 他帶來不同的親屬遠近的算法 另外一個就是他對於死亡這個事情 帶來的一些也是帶來的不同的看法 這是相當大的挑戰 然後他說 然後後來另外一個 這是我穿插了兩個兩篇報導 有一個部落就是說 他們這個喪禮之後 部落有陸續有人過世 他們就非常不安 有人說這是因為破除 捨棄了古老的神聖傳統觸怒的祖先 所以一直有人過世 有人說當時破除了舊範 而美輪美奮的裝飾了布曼花圈 然後把大家都葬在一起 他們感到很愉快 所謂大家是不同家的人都可以站一起 所以他們感到很愉快 所以一個又一個叫別人也來呀來呀不錯 為此就地方非常不安 我們知道這些跟生命禮俗有關的事情 是非常深刻的 然後大家都每個家都會有的 所以非常不安 可是當然沒有這個討論是方向 完全這兩個方向 這就是共同目的 我的紀錄上 原始紀錄上說是古樓 可是看起來實在不像 另外一個就是時間觀 他在講的就是說 李凡新聞裡面說自發的購入時鐘 內文社今年春產養飼養戶 所以我們知道鐘錶時間進來 跟生產勞動是真的有很大的關係 那這些飼養的人在移殘庸的時候 覺得有沒有標準時間很重要 所以買了24個鐘要拿來養殘 我真的都不知道是為什麼 三月四戶買了24個鐘 那這個是馬少爾群島的一個童木家的人 他的和服裝扮 沒有我這只是表現一下說 這個改變的 這個跟統治沒有直接的關係 可是跟他的conscious有關 跟他的美感有關 都很深刻 那這個是我補充一下族群幹 啊 我居然講完了 有沒有問題 然後請同學不要煩惱 那個我不是台灣史的專家 我今天講的是我自己的學習過程 所以會偏屏東 偏台灣族 然後因為我在做過 整理過人類學系的希拉雅的古文書 所以南部我是包括契約 古地契約我稍微熟一點 我就通通帶進來 這是完全是我個人的一個學習經過 所以你可能會聽到 別人的版本是蠻不一樣的 那我對於日本殖民非常感興趣 因為日本的殖民是理性的 非常細緻的殖民 然後他的政策跟他的施作 政策的實施之間是距離是比較近 不太會像我們現在的國家 是民實是兩套 所以日本殖民我認為是非常可以分析的 台灣殖民 台灣現在的政府 現在的施政情況是政府做一套 我們自己另外做一套 所以分析施政就比較可能 來 同學有沒有什麼問題 然後我是有今天會講的一些歷史 以後我就不會講歷史 這不是我的專程 多謝 多謝